後面頭人是在山路上被載 竟然會覺得很舒服 可以睡覺 這台車就是入彎真的是入不太進去 它前面就是真的很重 基本上我們只耗了一格 非常的誇張 非常的省油 如果你要選擇這個車系編程 你要嘛就上四驅 要嘛就是豪華版就可以了 各位車主充電站的觀眾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編輯升仙 今天我們幫大家試的是 Lexus第五代新出的RX350H 其實原本荷泰借我們的是450H Plus插電的PHEV版 但是我們編輯同仁在領車的過程中 被人家從後面追尾撞爆了 所以說今天我們不太能分享 450H Plus的這個心得 因為我們編輯上的只試到一點點 些微的差異我們後面會補充給大家聽 那首先不免俗的 我們車主充電站拿到所有的車 一定是先拿到106或拿到北宜來先試一下底盤 什麼車都一定要給它配下去 一定要感受它入彎跟出彎的動態元感受 然後我們再來講到底有什麼感覺吧 那這台車就是入彎真的是入不太進去 它前面就是真的很重 所以說如果我們今天不講價錢 有車友要問說 這一台這款RX我們要買四驅版還是前驅版呢 那如果預算上可以接受 我通通建議買四驅版 後軸要馬達的 為什麼 因為這台車它在入彎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前面的重量感非常之重 再來就是說它前面賣花城這個重新調教前軸集合懸掛 它其實是針對這個濾震性有在做更好的加強 那過彎的時候這個側傾的支撐性確實提升蠻多 但問題是說 它的這個重量感讓你入彎的時候 你速度真的要降到非常低 不然的話它推頭蠻嚴重的 如果你開得太快 其實蠻危險的 很容易推到對向過去 講到這個底盤的更新啊 這台車的重心有降低1.5公分 就是15mm 其實是有感的 再來就是它的坐高 有比上一代降低了大概2公分 這個在前座的感受上 是 我認為啦 都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後座的部分就是這台車的強項 那後座在底盤上的感受呢 甚至是比前座舒服的 我剛剛開一開覺得就是快睡著 後座的編輯同仁也是坐得快睡著 我開快睡著是因為覺得入彎不好入 所以我就降速度降很慢 很就很想睡 後面同仁是在山路上被載 竟然會覺得很舒服 可以睡覺 回到動力的部分 這台車它配備的引擎 是2.5升的自然進氣 配上前軸的電動馬達 重效馬力是250匹 但實際上我在開的時候 我感覺不到強大的動力 因為車偏重 然後呢 你的電池實在是不夠大顆 所以它有時候也都在充電 它的EV mode的使用情境就是偏少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故意想試這個EV的舒適 安靜的感覺 但它只要油門深度超過大概2、3層吧 它就會自動幫你解除 所以你想要純電行駛的話 只能在市區用飛行速度繞 其實你開40也沒有用 你只要油門上來深一點 它就會幫你解除了 如果你買這台車 想要常常享受EV mode的話 這個是做不到的 就是你還是要買PHEV插電式 買這台混動 其實最爽的還是說 你在接送小孩、接送老婆 接送勞工的時候 你在怠速的時候 你可以完全使用EV mode 那裡面就會很安靜很舒服 也不會有廢氣 也不會積碳 這個應該算是它的優勢 最後當然就是它的省油能力 非常的強 基本上我們今天從 跟核泰領車 然後跑到106 繞到快瑞芳 跑到5分3 然後再跑回來北移 基本上我們只耗了一格 非常的誇張 非常的省油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價值所在 那動力扭力上 如果你要更好的表現 也不想花到買RX500H這種高價位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選擇 2.4渦輪的這個配置 就是RX350不帶H 那它的扭力就高達43.8公斤米 那我相信那一台車 超駕感受上這個動力 就應該會更足一點 最後超駕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說 低中高速三速 我們故意去壓一些不平的 其實它的濾震表現 認為都是非常卓越的 只是說它有一個明顯的缺點 就是它的方向盤 你打正 大概左右各三度左右以內 它是虛 有空的這個魚系 有這個虛位的 Lexus它絕對不可能做不出很精準的 方向盤這個跺腳的操作感受 但是它應該是要讓它的這個客群覺得說 這車不會太敏感 很好駕馭吧 那對於我們這些 對於這個前軸回饋很要求 很敏感的客群來講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很不喜歡啦 因為我們其他的車款 可能你方向盤跺腳 你打到幾度 輪子就轉到幾度 那個回饋是非常直接的 那我覺得這也直接的影響到 你抄架的這個樂趣 如果你覺得前軸轉向角度的 這個回饋 就是比較模糊的話 你越開就會越無聊 所以有些人常會說 什麼車有趣什麼車無聊 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談跑車 不談性能車 我們講這些代步車 其實因為你不會很激烈的操駕到 整台車它會有rotation的狀態 你也不會去說後輪帶滑 去幫它轉彎什麼的 這都不重要 這就是一台前軀車 所以前軀的反應感受 直接影響到你開這台車 你感受快不快樂 那我認為它的問題就在於說 前軸這個轉向的反應 不夠犀利 不夠精準 回饋感受也非常模糊 我覺得是這樣 但是我們也能理解它的定位 就不在這裡 所以對這東西很在意的 大家可以去試駕看看 那如果你不在意 那其實我認為它也沒有到 非常誇張的程度啦 只是就是不有趣 那再來它的混合動力系統 基本上它有分成一般動力 跟eco還有custom 我們認為呢 它的sport跟它的normal 其實差異真的是很小啦 主要是它的eV 它的馬達輸出的這個比例 在你的儀表板上 比方說normal的時候 它會說大概50% 51% 是用eV這個電動馬達的部分 那如果你用到sport的話 它可能為了讓你的扭力比較快出來 所以它的馬達 會使用到大概60%以上 那但是因為我們這一台車的電池並不大 所以你能強力輸出的時間 也沒辦法拉到太長 那你也可以感覺到 你的引擎一直在回衝 再來是說 這個混動系統在低速 可能四驅我們就是買菜代步是好用 可是如果你大腳油門的話 因為它的傳動系統是dpt的部分 老實講它如果能模擬轉速 模擬檔位也沒有用 你只要油門大的話 它轉速就要拉很高 拉很高代表什麼就會很長 雖然它的隔音真的是歷史級的 但是拉那麼高轉聽起來就很煩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非常競速的話 我們之前同仁開那台450H Plus 插電式的這個動力編程 在被它被撞之前呢 它是覺得非常的安靜的 因為可能那台車的這個馬達 總輸出度更強 再來就是說 它的這個動力 不需要汽油引擎去拉高轉 拉成這樣 所以整個車室內就更加的安靜 所以這個混動系統的話 非常不適合大腳油門的人去做購買 你的寧靜度會受到蠻大的破壞 下一部分就是講到我們的內裝乘坐品質 後座是比較高的 這我們是覺得比較特殊的部分 因為後座算很舒服 但是頭部空間其實沒有到很大 那如果你是180幾的人後座啊 如果你椅背沒有調到非常平 你可能頭會碰到頂部 這對這種急劇的車款我們是滿驚訝的 那再來後洗禮箱的部分呢 它雖然空間非常深 但是也是屬於偏淺 就是後面洗禮箱的那個地板非常高 後洗禮箱倒屏的話是用電動的方式 我們覺得非常尊絕 我自己看的非常喜歡 最後我們談一下這個RX350H的這個 商品編成的這個價格區間 還有我們一些編輯部的想法 它的價格是從255到305 中間分了兩個等級 那這一台我們今天試的是中階頂級版 到底有沒有必要買到旗艦版 還是說我們買標配255的這個豪華版就好 那我們認為是說 它提供這些配備都是滿好的 不過這一次豪華版 它前座就有冷熱通風座椅 我們覺得滿多配備都是很有誠意的 雖然它螢幕變9.8吋比較小 但是我們看起來也是還不錯 該有的都有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這個車系編成 你要嘛就上四驅 要嘛就是豪華版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比較反而是推薦說 你或許可以考慮2.4T 或是直接上PHEV450H Plus的這個動力編成 為什麼 2.4T它是有自排變速箱 還有檔位 那你可以在大腳油門的時候 或是速度變高的時候 你不用用到那麼高引擎轉速 你的車內會變得安靜很多 這件事我們覺得滿重要 因為這個車就是要舒服要安靜 那如果450H Plus這種PHEV的插電式呢 它就是給你更多更大的電池嘛 18.1kWh的電池 所以說它在電動模式的時間可以更長 像這款車就是因為常常沒電 你就一直在切換 那你引擎的那個聲音就是會出來 我們反而是覺得在動力的編程上 可以你要捏的話你可以捏過去 不一定要在同一款車上去捏這個配備 今天試駕也在這邊完成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再幫我們點讚 然後訂閱和分享給朋友啦 謝謝大家